今天是11月30号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的盘面非常之的给力 5后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反转的走势 三大指数全线出现了一个反弹的状态 那么A股是不是要大反弹了 底部是不是确立了 还有就是5后医药股再次出现力度 那么医药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主战场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在下午跳水的这个时候 你慌不慌 你有没有割肉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割肉了 那我告诉你 你的操作是不太合格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强调很多次 3000点附近急跌急杀 那就是什么 就是机会上车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位置你割肉的 那明摆的是不太合格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来看 上阵的一个K线 它从这里调整下来 已经是接近了七八天了 我记得在前期跟大家讲过这个事 讲什么 A股在这一轮反弹的过程中 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是六四天均加线 好 连顺两次都没冲过去 六四天均加线 做的压制 然后出现一个什么反弹 后的一个回踩 那么越是往下走 越要进场 越要低吸 我说了很明白 说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低吸上车 对吧 但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不是太清楚 但在这个位置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 迎来一个超跌反弹 另外我强调很多次 这个位置想要上涨的话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今天割掉肉的 我觉得明天大概率 要有一个高位追高的动作 也就是你在低位割掉了 明天不一定低位买得回来 就这么回事 超跌反弹 一触即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在今天的盘面 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权重板块 是权限一动 不说别的 就是说大金融方向 银行 就是早盘上午出现一波 下午跳出以后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大声音 其实银行为什么会跌 大家都清楚 都明白了 我前期一直强调大家 有银行低位的前腹低息 但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位置 进场的都被套出来 对吧 结果这里一跌两三天就受不了了 就直接想我要割入 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位置进场的 你亏了两个点吗 亏了三个点吗 顶多就是这两三个点了 对不对 不过亏很多 但为什么这个位置一跌很多就慌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预期没达到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以为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银行板块 在这个位置 我说这个是一个震荡的底部区间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潜伏可以低息 对吧 但是你一进去以后 在这个位置就套住了 你的预期就不对了 你以为在这个位置还是个底部 我在这位潜伏后面的话 它就上涨了 我就获利了 结果还没进去 还没反弹 就给了一个反杀 导致你亏损 所以这就是你的心理预期存在差距 说白了 这是一个什么底部区间 底部区间并不一定说 你买的这个就是一个最低价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什么 一个相对的低价就行了 所以你认为前附近 去后面一反弹一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尤其是拉到前高的压力位附近 我们怎么样 防高减长 风高出货就对了 这节奏的持路的侧面就对了 还有就是银行板块 为什么会跌 其实跌的原因 我在前两期视频中跟他讲过 很有可能是受制于房地产的 一个什么拖累 以后被一些资金利用了恶意做空 所以在这个位置该怎么办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还有大家看银行和证券 证券的话 也是属于一个底部的一个走势 今天冲高 下午跳水 美环也是一样的回升 但是你会发现证券 这几天也是出现明显的异动 今天他还出现了一个什么 你看 昨天是157 今天是181 感觉今天的整个板块都放量了 那么这里是存在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的 这里是本身是一个底部存在的 那么一大反弹的话 很有可能就挑这个位置 甚至突破这个位置 说白了 就是在这种时候 我们就不能盲目的割入 不能盲目的去做一个什么大跌 这个时候我强调很多次 到了这里的你就不要怕了 哪怕你是在20线30线这个位置进场的 也不要怕 顶多套你个三五个点 对不对 套你个三五个点 套三五个点我觉得没问题 后面一反弹 一拉高了一冲高了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高位出逃 高位跑路了 对不对 重点在哪里 证券板块重点是有重组传闻的那些票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涨幅之前的这些票 几乎都是有传闻的 所以你盯着他们的走势去看就对了 对于这些票 大家一定要做一定重视 因为很多票调的比较充分调的到低位了 反而是机会 上车的机会 而且证券板块 它预期一旦落实的话 那很有可能 去挑战这个位置 去挑战这个位置 那你想想 现在是多少 125 这里是115 差不多就是200多点 200多点是吧 十几个点的一个空间 如果说证券指数 涨了十几个点的话 我想问一下大家个股 该涨多少 是吧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证券板块是 是吧 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重视的 好 你看今天的中字头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移动 所以说下午出现一波跳水 撒跌 但是尾盘勉强的翻红了 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走势 那么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我们看看k线 如果你看k线的话 你会发现中字头股票也是属于一个底部区间 感觉就是一个什么正大的一个底部 对不对 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就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可以去驳一个反出反弹的一个预期 那么中字头在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走势 主要原因是什么 原因我们的高层前几天放出的一个什么 一个信号 就是把一些中字头调进来上涨五零指数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中特股 可能会迎来一波反弹 迎来一波上涨 对于整个中字头板块的走势 大家重心在哪里 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 科技类以及什么 以及军工类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字头个股的一个情况 你就明白了 就是今天的中字头板块涨不拘前的票 看没有不是中传系 科技类 是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 所以你把握好这些细节 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今天的盘面其实有一个意思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下午会出去反压 大家如果仔细看今天盘面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我认为的空头在做最后的增长 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证券板块的核心龙头 我说证券板块核心龙头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 中信 对不对 你看中信证券在尾盘出现了一个拉伸 上午是一路走低 但是下午之间明显的回流了 那么我在上午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压制这个券商龙头 以达到压制这个指数的目的 但明显的压不住了 所以他反手下午尾盘的时候 又反手买进做多 所以这里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 就是以压制券商龙头为目的的做空 可能就告一段落了 这里一旦中信证券出现了反弹的话 我觉得A股这一轮的反弹正次就要开始了 为什么中信一反 券商一反 那么券商一涨 A股不就活起来吗 对不对 这是今天的一个盘面的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一个情况 说起板块 其实没啥说的 下午出现异动了 但是上午我也跟大家讲过 表现比较强的是酒店餐饮这一块 那么酒店餐饮怎么理解 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超跌的反弹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就是说你看这里涨了 但是你会发现上方这里是存在压力的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所以越涨越慢 如果你没有票的 可以博一下某款出反弹 有票的套住的拉到高位 我们可以逢高减仓 逢高出货 这个节奏的策略就没有变 包括与之相关的景景旅游 都是按相同的这个思路去 还有就是像食品这一块 差不多的一个行情 我觉得想要持续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 今天有一个方向 就是要这一块表现非常有特点 什么意思 早盘一片哀嚎 早盘买药的人估计什么 啥心情都没有了 但是下午风头一下子转过来越走越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近的事件 大家可能会发现最近爆出很多的一些音乐 尤其是儿童音乐 对吧 在排队 而且是人满为患 所以这个药迎来了一个反复的操作 但如果这种提醒还将持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药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迎来一波强劲的一个反弹 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一要板块有一些票位置很低在反复的移动 你看一下今天涨幅之前的这些票 这么发现底部放量了 而且趋势走好了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有资金在入场 有资金在抄底 随着这个事件的一个什么 一个发酵的话 我觉得后面空间潜力 还是相对说偏大的 毕竟要调整的这个时间和周期是比较长的 相比起来 很多票都已经到了去年的一个低点 它本身就存在着抽跌反弹的一个大的预期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注意这些变化 除了这一块之外 今天其他板块表现只能说一般 只能说一般 那同样的后排的话 你会发现大跌的几乎都是科技类汽车类 这里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 或者说正常的一个出货 什么意思 这几个板块前期涨幅巨大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高位票出货了 低位票仍然是机会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市场核心品种华为以及新闻车 大家可能会怕华为今天跌了一个点 可是你会发现今天华为板块分化 非常严重 什么意思 你看一下个股就知道了 前排的有多支票大涨 但是有多支票是涨停的 可是你看一下后排 有多支票跌停的 或者说有多支票跌幅在八九个点 是不是说明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高低贴 后排大跌的几乎都是近期涨幅比较高的 那么前排大涨的都是近期位置比较低的 这就给大家提了一个信 我一直强调大家 什么咬住主线不放松 但是主线在哪里呢 在华为科技这一块 那么我们注意的是什么高低贴 如果说涨高了 我们就检查出货 那么低位调整到位的 又到了一个重要支撑位的 我们也可以低吸博弈 就是这个节奏 或者说有一些前期没怎么涨的 我们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补涨就行了 前期没怎么涨的 那么我们潜伏进去 后面补涨了一大声量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就是这个节奏这么个思路 包括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的汽车方向 也是一样的原理 比如说新轮车 它也是一样的策略 一样的思路 对不对 虽然说它是在高位调整 但是同样的存在的一些机会 有一些票在低位的 它仍然是机会 但一些在高位的就不要去了 你看一下 今天的新轮车在尾盘 有一些票是出现一个什么 反复的一个异动拉伸 但如果你一看这些大整的票 几乎都是近期 表现不是特别好的 都是什么 曾经 曾经在这段时间调整比较充分的 对不对 涨幅比较小的 所以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什么意思 技术也好 科技也好 我们重心在哪里 重心就在近期市场上 补涨的这一个行列 也就是说 这些板块以补涨为主 这是大家特别注意的 还有对于今天的盘面 再次的提醒大家 因为涨停的票相对来说偏少 你看收盘只有30加上下 只有10个点以上的一个涨幅 说这涨停票是相对偏弱的偏小的 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什么新的主线 大家都知道前期主线是科技汽车 但是现在汽车调整后就没有新的主线出来 在这里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药这一块 我们不得不防 因为什么觉得冬季的温度下降 流感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个 儿童的一个什么 一个肺炎 一个咳嗽 增多 对不对 导致了整个市场出现一个明显的回暖 所以一旦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一要反弹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迎来一波强劲的反弹 重点留意的是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或是去年涨幅之前暴涨过的一些票 今年回踩非常到位的票都是可以留意的 说不定一年过去以后又来一波反弹 但同样的要注意的细节就是后排的风险 比如说今天也多出现大跌跌幅之前的 那么这些票几乎都是近期在高位 大跌的 或者说高位出现一个掉队的 你比如说像这种票 对吧 你去高位去顶的话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短期暴涨过的票 尤其是在什么高位偏离的五日均假限以后 不要轻易的再缩量去顶 顶错了 不好意思 你就是大面 是超级大面 像这种票 昨天还有一个票 大家知道是谁吧 也是冲进这种情况 直接一个大音霸撒下来 杀了大家 亏损惨重 对整个行情来说是非常之不利的 这是需要大家要保持谨慎的 是不是 你看这种是不是昨天一个大音霸撒下来 今天直接被上跌停 昨天经厂的 今天可能一两天的时间亏损二三十个点 是不是 这是需要特别重视的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